继续是经济方面的消息 以前有一名老人在铁油罐头前 走来走去 经过民众看到这名老人的行为 感觉很奇怪 就主动通报警方 新郎派出所的环境 接到通报后第一时间 报告现场 警方了解上情后 平安和送这名老人回家 经济警方表示 这名老人二月大约六十五月 到底该死 因为环游死地症 加上有蜜酒一杯 造成蜜酒暗时看不清澈 十四月他参加进行团 回到家已经10点完 这名老人一路车 不断看不到路面 也不记得自己住在台 这里在带有观景的 窃点来回怕来走去 万经了解绽控制 让上老人平安到处 有一名私自老翁 深夜在区域场附近 徘徊 那经同仁到现场之后 了解 发现该老翁是一大早就跟着 竞香团去竞香 那到晚上10点回到体育场之后 那发现他自己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 而且家里的电话也忘记 那老翁有失智以及有一些心脏病的疾病 那本所同仁也后来就是用人脸辨识系统查询之后 能迅速的查证身份通知家人前来领回 警方表示当时老人站在楼边并观察有失智的状况 警方除了利用人脸辨识系统以外 也紧急连路里长才知道老人的自家地址 利用设施车让上老人到处 警方方有其民间关心处人 如果有失智很凶 可以在手臉上搭配防走失恋 想想基本资料 如果没有小心换件 找到时也可借有这些资讯连路加速 先想到明镜与其彩虹报道